1.25 信報財經新聞 日防圈滾鳴娟 C. 華頭號威脅關注高壓活動速庭東海轉探 2015年7月22日兩岸消息 A.12日本昨日發表2015年度防圈滾鳴娟 將中國列為頭號威脅後恩門江中郎 B. 東海 南海的高壓活動 認為中方的 之泰是繼續採取可以稱為高壓的做法 並毫不妥協地試圖實現單方面主張 重新要求中國停止在東海進行石油轉探活動 並首度納入了中國在南海填海造出人公道的罪 B. 影像 日本防罪之運喘第B. 內閣會議上應讚S. 版防圈滾鳴娟 指出中國加強海洋活動 其中也存在有可能招致不測事態的危險行為 中國原為白皮書作罪 稱為妖嬌敲廠障 W. 全保障環境更加嚴峻 帶來這種變化的國家是中國 朝鮮、俄羅斯以及伊斯蘭國 日媒認為這種表述實際上是把中國放在日本 在日本投號威脅的位置 聲稱入侵吊賭以形成慣例 白皮書認為 日本對中國的行為強烈擔憂 因此需要密切關注 這份白皮書以獲得手上安培準三批准 發佈事件比原定計劃晚了一個多星期 此前白皮書的初稿因爲沒有在用 遇上對中國採取強硬態度而被退回 修改後的白皮書 包括增添了針對中國轉探東海天然氣填一時的內容 清日方以多次抗議並要求停止、作譯、防罪輪先淚甚了 此在東海興建新的海上、探傳、平台 我們重新對中國片面開發的反對立場 並要求停止、日方甚至擔心 中國會用東海的海信平台作為雷特前哨站 至於釣魚島問題 白皮書介紹了在沖繩縣與那國丁部署沿岸監事部隊 以及組建水陸機動團的內容 聲稱中國多次入參釣魚島周邊領海 此以形成慣例 而且中國現在正欲動用著大型的船隻入侵 批評南海大規模填海造島白皮書首次單獨設置海洋問題動向 除了東海問題 還批評中方在南海強行推進快速且大規模的填海造島行動 認為中國這隻行為激化了地區緊張局勢 白皮書強調 海上運輸的抗傳對日本的國家存亡至關重要 日本國會眾議院稍早前通過了新安保法湯 允許智南五與海外作戰 這是安保法通過後的首份防圈滾名一命 中國總理李克強17日會見內華舉行中日首次高級別政治對話的 日本國家安全保障局長谷內政太郎時表示 當前中日雙方都有改善關係的願望 但兩國關係敏感性、複雜性仍然突出 兩岸消息日防圈滾名娟 施華頭號威脅關注高壓活動速庭東海轉探 並為大家該 雙方范